2022年1月7日 斯莫克冠军联赛继续进行 第五小组的比赛打响 世界第一赛而比退赛 乔丹 布朗蒂布 就在去年的威尔士公开赛 他战胜奥沙利文 夺得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 小组赛第一轮 中国选手鲁宁 1比3不敌80后名将吉尔伯特 斯科特 唐纳森林峰马丁 古尔德 鲁宁是本届冠军联赛出场次数最多的选手 虽然说没能晋级 但是总能留到下个小组 特鲁木普等名将都被淘汰出局 短局制的偶然性可见一斑 第二小组鲁宁输给格雷姆 波特获得亚军 接下来更是两次获得第五名 跟凯伦 威尔逊 斯科特 唐纳森加入第五小组继续比赛 除第四小组留下的三位选手外 乔丹 布朗蒂布 塞尔比参赛 还有三人是大卫 吉尔伯特 马丁 古尔德 机长卡特 就在去年冠军联赛 吉尔伯特拿到职业生涯首冠 马丁 古尔德在世界大奖赛 首轮淘汰赵星同 卡特的成就更高 两次获得世锦塞亚军 在决赛输给奥沙利文 当然这次的阵容 比起上个小组还是差一些 只有90后名将凯伦 威尔逊位列前16 鲁宁的表现受到中国球迷的期待 这也是大师赛开始前最后的比赛 世界第一赛而比退赛可以理解 每位选手都要进行六轮小组赛 最后计算总成绩 排名前四位的选手争夺胜者组席位 鲁宁首战的对手是吉尔伯特 首局吉尔伯特失误不断 鲁宁以57比26赢得缠斗 第二局吉尔伯特打出单杆 53分96比39班平 鲁宁状态一般 吉尔伯特多次中断进攻 他没能做到单杆之声 接下来鲁宁仅得18分就出现失误 吉尔伯特打出单杆78分82比18 再赢一局 第四局鲁宁无心面战 防守不到位直接露球 吉尔伯特上手打出单杆90分结束比赛 连赢三局3比1击败鲁宁 同一时间进行的比赛 斯科特 塔玛森打出单杆74分56分3比0 横扫眼镜侠马丁 古尔德 对于鲁宁来说 还是要及时调整状态 争取在后面的小组赛有更好的表现 在第四小组的较量中 他第一天曾经连输三场 最终凭借战胜世界冠军兵汉姆的成绩 利亚特鲁姆普 获得第五名避免被淘汰 鲁宁输给吉尔伯特很正常 接下来还有很多机会 希望他这次能把握住